寺庙屋顶上方蓝天下这影像是什么 苗栗一名摄影爱好者 14号上午背起了单眼相机取景 拍蓝天下典雅的寺庙建筑 事后回家后置放大看 看到飞鱼状的影像 真的是飞弹吗 修相片的时候发现飞弹的物体 形状已经很清楚了 看看相机记录 拍摄时间14号上午10点15分 地点在苗栗后龙无极盛殿 民众看了有人说挺像飞弹的 要是飞弹经过台湾上空 国防部没有讯息吗 之前中国发射卫星经过南部上空 大家都收到国家级警报 如果真是飞弹怎么可能静悄悄 巧的是 当天南韩侦测到北韩发射巡异飞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气反射 或者折射楼上真的效果 如果是真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要反映 那我看它的照片是有点模糊 那就是巡异飞弹或者是无人机在做测试 但是是不是跟北韩的飞弹 视射航 巡异飞弹是有关的 我们也可以说是不可怀疑 影片看来飞行方向往北 如果从北韩来应该往南 专家说国防部联合的情间真工具 手段装备非常多应该能够掌控 看到到它的飞弹的控制翼跟它的尾翼 这倒是很清楚 只是它没有尾翼 那巡异飞弹到终端飞行的时候 它是没有尾翼的 因为它以燃料烧地 但是它还继续保持它的飞行质态 是有这样的状况 完全拍出是巡异飞弹 也不能完全拍出是气球 也不能完全拍出是玩家 我认为国防部它是最清楚 如果是国防部发射飞弹 需要72小时前提出飞航公告 所以也不可能 记者重返现场 隐约听到飞机的声音 抬头看到飞机经过 寺庙的民众说 经常有飞机 不过拍摄者说 当时并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 TBS新闻谢国进入书评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